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分享的是冷凍空調概論 那我們會有我們基本空調循環原理 以及冷凍空調的方式方法以及分類 還有我們的空調的應用 以及冷媒的特性還有曲線圖 以及冷凍循環墨流線圖應用 還有我們的基本冷凍循環細體分析以及計算 來跟各位分享 那我們基本冷凍空調循環 是依照我們熱力學第二定律 克勞修飾不等律 那它是在大自然中我們的熱是從高溫傳向低溫 那如果熱要從低溫傳向高溫 就必須要做工才可以獲得 例如我們利用壓縮機 送電給壓縮機的馬達運轉 那它是一個流體機械 我們來運送冷媒 那在冷冰箱以及冷凍庫或是室內空間來吸熱 將熱再移到我們室外的冷凍器來放熱 這個部分就是從低溫將熱傳到高溫處 這樣的系統就被稱為冷凍系統 那系統中工作流體我們成為冷媒 這冷媒在系統中重複的運轉 來使用 這樣叫做冷凍循環 那冷凍循環中外界加入的工 使壓縮機將冷媒氣體壓縮 那變成一個高溫高壓的氣體 這時候它分子的活動性很強 那這時候如果加以冷凍 它就變成液態 那壓縮機我們所產生的壓力 稱為P 那這邊壓縮的氣體的體積 V1跟V2就是我們壓縮後的體積變化 那壓縮後的體積變化乘以壓力 那這樣就可以算出我們的壓縮功 那我們構成壓縮冷凍循環系統 主要有四大元件 這四大元件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的壓縮機 它是流體機械運送冷媒 那冷凝氣是將高溫高壓冷媒 凝結成液態冷媒 蒸發器則是將液態冷媒 降壓節流後來做蒸發吸熱 那節流器跟冷媒控制器 就是將冷媒的流量限制 讓我們的蒸發器的壓力變低 那冷媒在低溫低壓下來蒸發 那壓力越低溫度就越低 所以我們的冰箱或是冷凍庫 以及室內空間 都是利用我們控制蒸發器的溫度和壓力 來達到控制循環 那這張圖我們看到黑色石心是液態冷媒 那我們由虛線點放的 比較 間距比較密的 這是液氣共存 液氣共存就是冷媒 我們也經過降壓節流之後壓力降低 這時候 進入蒸發器吸熱後 就變成蒸氣 飽和蒸氣 那飽和蒸氣 我們經過壓縮機 壓縮變成虛線 比較 稀疏的高溫高壓的冷媒 那進入冷凝氣之後 凝結成液態 然後進入我們的儲液氣 儲液氣儲存液態冷媒 然後流經我們的降壓節流裝置 也就是我們通常的毛細管 或是膨脹閥等等這樣的冷媒控制器 那降壓節流後的冷媒 進入我們的冰箱冷凍庫 或是我們的冰箱主機的蒸發器 然後將我們所需要冷卻的物質 例如冰水、空氣或是食物來加以冷卻 那麼冷凍空調的方法與分類 我們冷凍空調的 它是依據我們的冷房要求的溫度 或是鋪內溫度來做分類的 那高溫系統我們稱為冷卻系統 這種冷卻系統就像我們的冷氣機 一般空調冷氣機 或是我們製程工業冷卻的冷卻槽 這溫度比較高一點 在常溫24度或是接近低溫的5度C 那中溫的部分是我們冷藏 中溫系統冷藏系統 就像我們的冰箱冷藏室 這個溫度可以降到我們攝氏0度C左右 那部分的液體就會開始要停止它的分子活動 會凝結成冰塊 那低溫冷凍系統我們稱為凍結系統 這可以將溫度降至0度以下-60度C以上 那這種冷凍櫃冷凍庫是我們運送物品 要稍微快速的冷凍 將我們的物品達到我們所需要的溫度 那超低溫冷凍系統 就是將我們的腹內溫度 或是我們所要冷卻的物質降到-60度C以下 那這樣的-60度C以下的溫度 稱為極速冷凍 可以讓我們的細胞膜裡面的液體 不至於凍結之後 緩慢凍結會造成膨脹 穿破這個細胞壁 讓我們的細胞液會流失 那這種醫學上的用途就是-60度C以下最常使用 像眼角膜、金子銀行 或是我們的超導體、特殊冷凍等等 這樣的冷凍空調系統 就是我們所謂的超低溫冷凍空調系統 那為了獲得這些冷凍空調的所需的溫度 它的作用原理有以下各種的原理 那第一個我們使用溶解熱 溶解熱就像我們的冰溶解在水 它會吸熱或是你把鹽巴撒在雪地上 那它就會在降溫保持這個雪不要融化 那這部分就是我們的溶解熱 那使用升華熱的部分就是我們乾冰 固態的二氧化碳 乾冰直接升華成氣炭 那升華熱它就可以做吸熱的效果 同樣也叫做制冷的形成 那使用蒸發熱的部分 就像我們液態冷酶降壓結了後 蒸發成氣炭 這樣的蒸發熱就是我們所謂的 我們一般空調和冷凍冷藏 常使用的蒸發熱 那再來氣體膨脹冷卻法 這氣體膨脹冷卻法 就是將氣體經過一個很小的孔 那這微小的孔 經過微小的孔之後膨脹 膨脹需要一些能量 那這些能量它會從氣體的內能吸收 那吸收內能之後所反映出來的就是溫度降低 這就是我們的氣體膨脹冷卻法的方式 那再來是博爾提效應法 就皮爾特的效應法 也叫做熱電效應 所以熱電效應被發現是由我們兩個金屬結合之後 在另一端我們如果產生溫差的話 它的雙金屬的另一頭就會有一定的一個電壓差 那相反的我們如果提供一個電壓差 那它雙金屬導體的另一頭就會有一個溫度的降低 那溫度的溫差 這就是我們提供冷凍電子式冷凍循環的一個方式 那再來分子理論磁性冷凍法 這是我們用奈米的磁性流體 放入一個容器 那我們的容器是雙層容器 在兩端加入一個磁極 強烈磁極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將 這樣就會產生一個制冷效果 讓我們的氣態 氣態凝結成液態 這是一個分子理論式的磁性冷凍法 那我們冷凍空調的應用上 在食品工業上 就是我們在加工食品製程過程中 我們希望我們的食品的溫度降低 或是我們屠宰場 在屠宰希望細菌的數量能夠抑制 那這時候我們利用空調系統將溫度降低 可以讓我們的細菌滋生的速度變慢 那加工的形成當中也會更加衛生安全 那再來製冰工業的應用方面 我們在夏天很多飲料業或是食品業 需要在市場保溫 那這冰塊的需求相當高 那我們製冰工業就是利用水製成冰 那速度相當快 這樣的食品工業需求量更大 再來醫學上的應用 器官的保存 以及手術室 還有我們的一些醫療用品的散熱 醫學器材的散熱 這些都需要冷凍空調系統 來加以散熱 讓我們的測試能夠穩定 然後器官保存能夠完整 再來金屬材料處理加工上面 我們金屬材料在加工的過程當中 它會產生熱量 那如果我們在第一時間 將熱能夠慢慢的排除 那我的加工速度就會更快更高 那這樣的部分可以讓我們製程更流暢 再來是化工工業上 我們化工的混合都會有反應熱 那反應熱如果能夠適當的移除 那它的加工的速度 還有我們的製程的混合 會相當的完美 另外土木建築工程方面 我們很多大型工程 例如我們的隧道工程 隧道工程在挖隧道的時候 希望我們的隧道壁的混凝土 能夠快速凝結 但是混凝土它有反應熱 那這反應熱如果沒有 反應熱需要時間來移除 那如果我事先埋這個冰水管 輸送冷水輸送冰水 進入這RC冷凍的製程當中 讓這個RC的反應熱能夠適時的消除 快速的消除 那就可以減少我們的RC的維護時間 讓我們的隧道施工能夠更加快速 公共工程能夠很快加以進行 這就是我們的動法 那再來 空調在工業上的用途 就是我們現在泛用的汽車 冷氣 我們的製程 很多地方 另外還有我們的植物工廠 像我們農業方面 如果把溫濕度控制好 我們甚至還可以栽培林子 讓它在我們需要的高濕高溫的環境下 需求的條件下 能夠做一個環境溫度控制 所以空調在工業運動能上 也相當的廣泛 那冷煤的特性 我們冷煤就是需要做循環 再蒸發冷卻 再凝結成液態 那這個冷煤 既然在冷凍空調系統當中 廣泛使用 那與我們的公共區域 跟人接觸的機率就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第一個條件 就需要安全 這樣的冷煤需要安全 再來呢 就要無毒無臭 而且不燃 不會燃燒 不會爆炸 那目前我們都傾向於使用 價格比較低廉 而且環保的冷煤 那我們目前常常看到的是像 有福利丸系統 那目前我們的冷煤系統 已經變成改成新冷煤 環保冷煤 具臭氧的破壞能力 減到零 溫室效應也是 目前已經研發到 溫室效應也可以達到零 那現在有些替代冷煤 是暫時的替代 我們將來還是會慢慢的太快 那無毒無臭 就是希望我們在維修 在主機房維修的時候 我們冷煤洩漏的時候 對我們的工作環境 能夠達到安全 那在無臭是 讓我們的空調系統 在運轉當中 不會影響空氣品質 不然燒補爆炸 這是基本條件 就是維修洩漏的時候 不會因為 跟空氣管而造成爆炸 或是危險的部分 那這樣地球 臭氧層被破壞 其實是我們最大的課題 環保最大的課題 所以我們現在所有的冷煤 都必須採用環保 臭氧破壞能力是0的冷煤 所以我們現在 E34A也取代了R12 那這個 因為E34A、C10A 它的冷凍油 跟R12、R22的冷凍油 是不相容的 那這樣的冷凍油 其實 合成油跟礦物油的差別 就在合成油會吸水分 但是它 這樣的冷煤是不破壞臭氧層 不會破壞地球的環境 所以我們必須克服 那這樣的冷凍油 我們盡量讓系統能夠 親密完整 不要讓它有水分 進入系統中 所以我們會加以 濕作一個乾燥過濾器 將水分濾出 那我們冷凍空調系統 在組合安裝、維修、保養時 我們在加壓碳漏 或是抽真空的處理過程 要非常的確實 而且在運轉中 盡量不要有洩漏 例如我們 在焊接完成 我們希望讓焊到 確實無漏 所以我們必須先加壓碳漏 那加壓碳漏的氣體 我們採用環保氣泥 加壓淡氣體 來側漏 那側漏沒有漏了之後 我們也是擔心會有沙孔 所以抽真空之後 然後再來 占空處理 讓真空度 看它有沒有些微灰深 那抽真空的方式 可以讓我們裡面管路的水氣 能夠蒸發 也就是克服我們剛剛所講到的 合成油、環保冷媒 使用的合成油 叫不易吸水 就不會因為吸水而產生 酸性物質 腐蝕我們的氣命 那 這樣的確實的系統處理 可以讓我們在運轉中 沒有洩漏 所以也不會有空氣和雜物侵入 而且可以 將冷凍空調系統中 永久不變的使用 也就是說這樣的冷媒 我在這個密閉系統中 不斷的循環使用 就不需要更換冷媒 也不會浪費地球資源 因為你提煉冷媒 也需要一些碳排放量 需要能源 那冷媒的選用跟更換 我們的選用的條件 剛剛提到過 第一個環保問題 還有我們的所需要的溫度 壓力環境 溫度跟壓力層正比 所以我需要的溫度越低 我就希望用低溫的冷媒 那溫度高 我們就適合在高壓環境運轉的冷媒 那再來其次就評估它的污染性 安全性還有冷凍效果 我們希望我的冷媒的冷凍效果 單位質量的吸收吸熱能力 越高越好 所以我的冷媒量可以越小 那我的壓縮機 它的馬力數就越低 達到節能效果 最後再考慮我們的冷媒蒸氣的比容 還有冷媒的循環量 這跟我們的 剛剛講的壓縮機的大小 就跟我們耗電量有關 所以管路配件的長短 還有設計 需要一個經濟考量原則 讓我們的系統能夠節能 然後我們的出自成本又能夠最低 所以在設計時就 你在建置冷凍空調設備 就要考慮到 室外機、室內機以及壓縮機的管路結合 在最短的條件下 洩漏率最低 而且我們的冷媒量 我們冷媒克服的摩擦損失也越低 壓縮機就可以耗電量降低 這就是冷媒 這樣的冷媒就是我們需要的 理想的冷媒 那冷媒被選用在冷凍系統中 我們就不任意去更換 除非我現在機器 而且新環保冷媒又再次研發 那如果不得不換冷媒的時候 就必須將我們的管路清洗乾淨 畢竟冷凍油在不同冷媒 它是沒有辦法護用的 那更換冷媒系統最好是採用 膨脹法有膨脹法的系統 膨脹法是感測過熱度 那它就可以依照我的新冷媒的過熱度 來做溫度控制 或是含有乾燥過濾器 它可以濾除水分 讓我們的這個合成油 能夠讓水分濾除之後 不會產生化學反應酸性物質 來俯實我們的馬達的線圈 還有我們的髮件的器皿 那浮子式控制就是浮球控制 這種系統 它就缺乏了溫度控制的能力 所以不適合在更換冷媒的時候 採用這樣的系統 那更換冷媒的系統 如果採用毛細管 當更換不同種類的冷媒 它其實壓力 它的壓力 工作壓力是不同的 跟原來設計 雖然是蒸發溫度相同 但是壓力卻是不同 所以毛細管的作用 就是提供適當的壓降 那這時候毛細管 就要依據實際 所需的壓降的長短 重新再開關掉 這樣才可以符合我們 更換新冷媒後之後 還可以讓酷溫 或我們冷凍設備的溫度 達到我的需求 我們需要的壓力降 那更換冷媒之前 必須徹底清潔原油系統 並更換冷凍油 你就擔心冷凍油混合 它的係數是不同的 那這樣的冷凍油 如果存在系統中 可能造成我們的系統 容易阻塞 或是摩擦損失加大 反而造成耗電 那另外汽車冷媒被13CA取代 這是因為蒙特樓公約議定 需要把所有會破壞 臭氧者的冷媒慢慢太除 那13CA的臭氧困難能力是0 所以就取代我們之前的汽車冷氣 那剛剛提到的 它使用的冷凍油不再是礦物油 而是合成油 那合成油PAG 它這樣的新潤滑油 它吸水性高 清水性很高 所以當你吸水後 很難將它分離 所以它這吸水後有酸性物質 所以會對橡膠還有材料 它的穿透性就變高了 若冷媒的橡皮管上面 有一些清密電 那很容易腐蝕 那這樣連接物防漏 就很重要 所以有些系統是採用 PE材質的墊片 抗這個酸性物質的腐蝕 這樣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們冷媒特性 每一種冷媒都有一張特性曲線 它的特性曲線隨著壓力 和溫度改變 那我們的冷媒的特性曲線圖 它重坐標是壓力 這樣的壓力坐標 是採用絕對壓力坐標 所謂的絕對壓力 就是我們一般看到的表壓力 加上一大氣壓 那因為我們的壓力表 是利用波燈管 感受到我們冷媒的壓力 而產生變形帶動止症 那這樣的變形 是在一大氣壓下所進行 也就是說這樣的變形的壓力 是大過一大氣壓 所以我們如果要計算絕對壓力 所以要將這一大氣壓 把它加上就是絕對壓力 那橫坐標是含值 所謂的含就是 每一公斤 每一單位重量的冷媒 它含有的熱量 幾千加爾 一公斤冷媒含有幾千加爾的熱量 那我們在這樣的 含值的變化當中 我們就可以利用冷媒質量流率 乘上寒差 就可以計算出我們的蒸發 增發器的智能能力 以及我們壓縮機的耗工 和冷凝器的散熱能力 至於我們膨脹法 在這張圖上 是4到1的行程 是等含膨脹 它的含值是沒有變化 其他的1到2是蒸發冷卻 蒸發冷卻 吸熱的行程 這個含值由H1 變換到H2 它的含值是增加的 那壓縮機 它顧名思義 我們將氣體分子壓縮 那它的氣體分子活動能力增加了 所以它壓力增加 而且我們的含值也增加 因為我們的輸入工 馬達 壓縮機的馬達做工 那這樣的熱量 就傳到我們的冷媒的氣體分子裡面 所以我們的溫度也上升 壓力也上升 那我們冷凝氣的部分 我們利用風扇或是水冷 將我們的冷媒 由高溫高壓的冷媒 冷卻成長溫 長溫的冷媒 那這樣長溫液態冷媒 也就是3到4個行程 那液態冷媒在經過降壓節流設備 就毛細管或是膨脹 降壓由P4高壓的部分降到P1低壓部分 那我們另外冷媒特性曲線 也可以由我們的溫商圖 溫商圖 溫商圖重坐標是採絕對壓力 跟剛剛的莫尼爾線圖的壓力指標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的橫坐標採用商 那我們這樣唯一的等商變化 就在我們壓縮機 我們是絕熱壓縮 所以2到3是一個等商壓縮 接著3到4 這邊是冷靈的行程 那4到1是等盤變化 等盤變化 那1到2 我們這個商是有變化的 以及3到10 因為熱量改變 我們蒸發器是由1的行程 進入蒸發器入口 我們的S1 蒸發器入口 然後吸熱之後我們的商改變了 商其實就是我們分子的混亂程度 那我們吸熱之後 分子的活動力變得很高了 所以到達我們蒸發器的出口 也就是壓縮機的入口 第二點的狀況 它的商已經增加了 然後這時候我們絕熱壓縮之後 2到3 這叫等商壓縮 3到4呢 我們一樣有這個溫度 溫度變化 因為我們過熱氣體 我們壓縮之後的第三點 第二點是壓縮機的入口 第三點是壓縮機的出口 出口是一個過熱氣體 過熱氣體 冷卻之後溫度會降低 到達兩項區 也就是液氣混合區的時候 它才開始 相態變化 溫度不變 也就是前熱變化 所以在兩項區它的溫度就相同了 一直到出口 所以這部分就是由溫度跟商 來觀察我們的四大循環系統的 工作的部分 再來PV圖 就是壓力容積圖 壓力容積 我們的重坐標是壓力 橫坐標是容積 就是V 重坐標是P 那這是壓縮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1到2 1到2我們這個冷媒 因為吸熱 它的比量會增加 就是V V增加 那在壓縮的過程當中 它的容積變小 所以2到3是一個壓縮的過程 它的V就減少 那再來3到4呢 3到4是一個降壓節流過程 降壓縮接流過程 3到4是一個 我們3到4是一個冷凝的過程 這部分壓力是相當 那4到1 4到1是一個膨脹的過程 等寒膨脹 所以這個部分是由壓力跟溫激 來觀察四大循環的部分 那我們的冷凍循環 與莫里爾線圖的應用 莫里爾線圖 是利用各種冷媒特性曲線 測定冷凍循環系統的冷媒狀態變化 例如我們的冷媒由液態變成氣態 或是由飽和氣態變成過熱氣態 或是由飽和液態變成過冷液體 這些都可以在我們的莫里爾線圖當中 來觀察到它的變化 那平定冷凍系統是否符合正常運轉 也需要這一張莫里爾線圖 我們將這個系統運轉的測定值 也就是我們的壓力表 有高壓壓力、低壓壓力 以及我們的蒸發溫度、凝溫度 在莫里爾線圖上來呈現 那系統設計部分 包括蒸發溫度、冷凝溫度 會記載在這個冷媒系統的特性曲線上 那我們匯出冷凍系統循環圖之後 我們就可以查出冷凍的含熱量 以及它的溫度和它的壓力變化 那這樣的部分 這樣的數據就可以分析 我們冷凍系統循環的性能係數 它的耗貢等等 由蒸發壓力找出蒸發溫度 因為壓力跟溫度 冷凍的壓力跟溫度是成正比 那我們已知蒸發溫度 就是我需要的製程的溫度 就是設計蒸發溫度的依據 那蒸發氣是等溫等壓的過程 蒸發氣是等溫等壓的過程 那等溫等壓 等溫的部分因為它是向太變化 我們的液態冷媒、液氣共存冷媒 經過膨脹法、降壓節流之後 進入蒸發氣 那蒸發氣在低壓環境中 開始吸熱 變成我們的飽和氣態 那這樣的飽和氣態 它由液體變成氣體 向太改變 所以溫度並不改變 所以蒸發氣是等溫的過程 原因就是在於它是潛熱的變化 向太改變、溫度不變 所以是潛熱變化、溫度是等溫的形成 那等壓過程 因為我們的蒸發氣如果管路是適當的 它沒有外的壓降 它蒸發氣吸熱的過程當中 冷媒管路的壓損相當的低 我們試為冷壓過程 那冷凝氣、冷凝壓力部分 我們可以找到我們環境散熱的溫度 例如我是水冷或是氣冷 它的冷凝壓力範圍就不同 因為我們的空氣大概 外氣溫度大概都30度以上 所以我的冷凝壓力要超過30度 加個5度到10度 那我的水冷室呢 水冷室的冷凝氣 它的冷卻水 我們的標準是入水是30度 所以它的冷凝壓力就可以變得更低一點 大概40到45度左右 所以我們找出冷凝溫度 就是依據我散熱的介質 如果是氣體或是液體 它的設計的溫度就不一樣 那我們知道冷凝溫度之後 我們就在莫尼爾線圖 也就是冷媒特性曲線圖上 找出我們對應的溫度 還有對應的壓力 然後畫上這個冷凝的等壓線、冷溫線 那冷凝氣剛剛提到過 冷凝氣是做冷媒的散熱 所以我們壓縮機吐出口 是個高溫高壓的過熱氣體 那過熱氣體在過熱區 我們藉由風扇或是冷卻水散熱 讓它溫度降低 降到飽和溫度 冷凝氣 飽和冷凝溫度 那這時候 飽和冷凝溫度已經是飽和氣態 那飽和氣態再繼續散熱的話 這時候氣體凝結成液體 所以這時候我們的冷媒就產生相變化 變成是個淺熱變化 所以我們在冷凝氣也是一個等溫過程 那因為冷凝氣的壓降也是非常的小 所以可以忽略它 所以又稱為等溫等壓過程 除非我們的冷凝氣管路相當長 壓降非常高 所以就會變成實際的循環 會有冷凝的壓差 那我們冷媒循環 墨裡有曲線圖 查壓縮機的吸入端的冷媒的寒子和比溫 再量出突出端的寒子 那我們藉由壓縮機的排氣量 再與比溫值來換算 就知道我們壓縮機 每秒鐘可以壓縮多少質量 那這時候乘上寒子的變化 就可以計算出壓縮機的耗工 所以冷媒特性曲線圖 對於我們的冷凝空療系統的設計 及它的試車調整 故障判斷 及能源效率的計算 解能效率的計算 都相當的有它的用處 非常好用 那這一張就是我們的實際的冷媒特性曲線 這樣的曲線 在我們的左側重坐標是絕對壓力 也就是當我在動空療系統的運轉當中 我去觀察我們的高壓壓力表 那高壓壓力表 因為是表壓力 所以我要加上一大氣壓 然後再把高壓壓力這一條壓力線 把它畫一個水平線 水平的平行線 那就找到我們的能力壓力 再來看我們的低壓表 低壓表就是我們的蒸發器突出口 也就是壓縮機的吸入口 這樣的低壓側 我們的壓力表的壓力也是表壓力 所以我們必須加上一大氣壓 變成絕對壓力 然後再畫到我們這個冷媒特性曲線圖上 所以我們的低壓側就是蒸發壓力 高壓側就是能力壓力 那畫出這兩條線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找我們的蒸發的形成 蒸發的形成在低壓側 那當我冷媒蒸發吸熱會達到飽和氣態線 飽和氣態線就是我們的中間這個弧形的線的右側 右側是飽和氣態 左側呢就是飽和液態 那我們右側飽和氣態如果繼續讓寒值增加 或是溫度上升就是過熱氣態 那我們的左側的部分 飽和液態線如果繼續冷卻 那就變成我們的過冷液態 那我們現在觀察到我們的蒸發氣出口 是飽和狀態吸入壓縮機 那這樣的飽和狀態吸入壓縮機 可以讓我們的耗工減少 而且吐出溫降低 讓壓縮機的吐出口溫降低 那我們的馬達線圈的發熱量 就會比較容易散熱 不會因為馬達溫度過高 造成不良的影響 或是冷凍油的碳化 都是因為吐出溫過高 所以我們這樣飽和狀態 離開壓縮 離開蒸發器 然後進入壓縮機 這樣的蒸發器 應該就是我們所謂的 滿液式蒸發器 它的熱磚效率比較高 每根銅管 每根蒸發器的銅管 都接觸到液態冷凍 那壓縮之後呢 我們就會開始進入冷凍器 藉由風扇或是冷卻水來散熱 那散熱在過熱區 散熱到飽和氣態 這一段形成是有溫度變化 是顯熱的熱交換 那等到到了飽和氣態 開始凝結成液態的時候 這時候是兩項區 兩項區就是由液態開始凝結成 把兩項區是氣態凝結成液態 氣態開始冷卻凝結成液態 液態冷卻 那液態冷卻冷卻成 飽和液態 在飽和線上的時候 如果我在加以冷卻 就是過冷液體 那過冷液體的好處就是 我們在毛細管 或是膨脹罰 在降壓節流過程 如果管路壓降太大 它就會有散增 就突然在冷卻在管路流動當中 因為壓力突然降低 或是壓力降太大 就會突然蒸發 那液態冷卻蒸發變成氣態 它就是一個氣泡 就是氣體 那經過膨脹罰或毛細管 因為毛細管的內徑相當小 那膨脹罰的孔洞 那個膨脹罰的罰孔 也是很細 所以如果有氣態流過 會限制我們的冷媒流量 造成我們的冷媒的 膨脹罰的開度 跟我們的所需要的流量 不成正比 反而變少了 所以我們增加這個冷凝氣的過冷度 液態冷媒的過冷度 是非常需要的 所以這張圖可以觀察到 它在飽和液態之後 繼續冷卻 變成過冷液態 再進入膨脹罰 來降壓節流 那我們冷凍循環 莫里爾線圖 我們從壓縮機的出入端 冷媒的寒直溫度 這是一個等傷壓縮過程 剛剛就是壓縮過程的示意 那有已知的測至膨脹罰前的 液態冷媒的溫度 膨脹罰前的液態冷媒 就是冷凝氣的出口 這樣的溫度以及寒直 我們把它量測出來之後 我們冷媒進入蒸發器 在等乾度狀況下 為等寒膨脹 就是說我們的冷媒 經過我們的膨脹罰 在降壓節流過程當中 是一個等寒膨脹過程 也就是我們的寒直是不變的 因為毛細管或膨脹罰 在降壓節流過程中 把它所吸收的熱忽略 它是非常的強 進而決定我們的高壓液態冷媒 與低壓氣態冷媒的熱交換方式 這就是我們的四大元件 在莫領線圖上呈現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整理一下 我們剛剛在冷媒特性曲線圖 所獲得的一些資料分析 來檢討一下我們在冷媒循環過程當中 它的壓力以及溫度 比容寒子還有傷的變化 第一個部分我們先看過程 在壓縮過程當中 這比較容易理解就是我們的壓力 是從低壓壓縮成高壓的氣態 從低壓低溫低壓的氣體 壓縮成高壓高溫的氣體 所以壓力是增加的 那溫度的部分呢 我們因為壓縮機做工 將熱量傳入我們的冷媒 那這冷媒的氣體分子活動增加 它也產生了一個溫度變化 所以溫度是增加的 那比容的部分 我們因為壓縮機它是 部分壓縮機是溶積式 就是它把體積減少 讓我們的壓力上升 這時候我們的比容就會減少 比容減少 那含值呢 含值因為我們的壓縮過程當中 熱量增加 壓縮工也輸進入了系統 所以這個含值 我們的含值是增加的 那至於傷的部分呢 我們在理想壓縮部分 是希望做絕熱壓縮 所以我們都是採用等傷壓縮的行程 來判斷我們的溫度 我們的4R循環系統 所以這是傷是不變的 那我們冷凝的部分呢 冷凝壓力 因為我們冷凝氣的壓降是比較低的 所以它部分我們是忽略掉的 所以這是我們理想壓縮是 壓力是不變的 等壓的冷凝過程 那溫度的部分呢 變化當中只有過熱區到飽和區 是有溫度變化 所以它是溫度是降低的 至於飽和區到過冷 兩個飽和區 飽和氣態 冷凝成飽和液態 這之間是溫度沒有變化 是向太白 向太變化 潛熱變化 那飽和液態再繼續冷卻 就是過冷液態 再來比溶的部分呢 我們冷凝的部分 因為我們氣體 高壓高溫的氣體冷卻 凝結成液態 所以它的比溶就是減少的 比溶減少 那寒值的部分呢 寒值因為我們散熱的過程當中 已經將熱量排放到大氣中 所以已經在系統之外 所以我們的寒值是降低的 那傷的部分呢 因為熱量降低 分子活動也降低 所以我們的傷變化是降低的 至於膨脹 膨脹就是我們的毛細管 或是膨脹髮的部分 第一個我們的是膨脹降壓節流系統 就是讓壓力降低 所以它的壓力是降低的 那溫度呢 從高溫高壓的冷媒降壓之後 降到低溫低壓的蒸發器的冷媒 所以它的溫度也是降低 那比溶因為膨脹的降壓節流之後 我們到了低壓過程當中 在油筋毛細管膨脹髮當中 它是已經是比溶會增加 膨脹的過程是比溶增加 那寒值的部分 因為我們有外加的熱量 所以加以忽略是寒值是不變的 那傷呢是略為增加 那蒸發的形成是我們的壓力 也跟冷靈器一樣 我們是等壓的蒸發 因為在兩項區 它的壓力是相同的 那溫度也是一樣 兩項區是潛熱的熱交換 沒有溫度變化 所以它的溫度是不改變的 那比溶呢 我們一態冷媒吸熱之後 變成七態 那它的比溶就增加 就增大 那寒的部分 因為吸熱的過程當中 我們單位質量冷媒的熱量就增加 所以我們的寒是增加的 那我們傷部分呢 分子活動也增加 所以傷也是增加的 那基本冷凍循環的分析跟計算 這就是剛剛的冷凍循環系統當中 我們找到的條件點 就是剛剛提到的 含值 還有冷媒的質量流率 那我的冷媒的質量流率 在密閉系統當中是沒有變化的 那沒有變化的密閉系統 我們在冷媒循環當中 我們將寒差 乘上我們的質量流率 就得到我們的 蒸發器當中的 吸熱的總熱量 吸熱總熱量 那所謂的冷凍效果呢 就是我們的 蒸發器 在入口跟出口當中 冷媒可以吸收的熱量 那以含值變化來呈現 我們的含值在蒸發器入口 是比較低的 那吸熱之後 含值增加 這含值增加 就是我們的 含的變化 那含變化成上 含差 含差成上質量流率 就是蒸發器的吸熱量 那單純的如果把 含的差值相減 那就是單位質量的冷媒 吸熱能力 也就是每公斤 有多少千卡 或是每公斤有多少千 較為的吸熱能力 那在這張圖上 我們可以看到 蒸發器 在蒸發器的入口 有一個黑色石型的部分 慢慢的減少 也就是模擬我們的液態 液態冷媒 吸熱之後變成氣態 所以液態慢慢的 百分比變低 氣態冷媒百分比變高 那進入壓縮機之後呢 壓縮 等上壓縮 到達我們的冷明壓力 高壓的部分 那前面這一段 是空白的 也就是說是氣態 而且是高溫高壓的過熱氣態 那過熱氣態 進入我們的飽和氣態區 繼續冷卻 就會變成我們的兩項區了 那兩項區開始凝結成部分的液體 那慢慢凝結過程當中 液體變多了 直到飽和液態線 變完全的飽和液態 才進入我們的膨脹 這是我們的冷媒的循環的過程 那壓縮機的壓縮熱 我們在冷媒的特性曲線圖上 找出第一點第二點是壓縮行程 就是高壓壓縮成 在壓縮機的壓縮熱部分 我們的壓縮機是由低壓 蒸發壓力壓縮到高壓壓力 所以這樣的壓縮行程 我們是輸入功 也就是我們的壓縮機的馬達 輸入電力讓它運轉 那運轉做功之後 將冷媒由低壓側壓縮成高壓側 讓我們的冷媒的氣體分子活動量增加 這時候如果加以散熱 它就凝結成液態 所以這個壓縮機 就是我們四大學團當中的一個流體機械 不可或缺的冷媒流體機械 那膨脹法的作用 剛剛提到過 膨脹法降壓是提供降壓節流的作用 在第五點跟第六點之間 我們由pH就高壓 減掉pL低壓 那由壓力差的大小 產生我們的蒸發溫度的高低 如果我的毛細管越長 那我的壓力降就越低 或是我膨脹法調整的開度越小 那它的蒸發壓力就越低 溫度也就越低 所以膨脹法或是毛細管 都可以調整我們的蒸發溫度的高低 那冷泥氣的排熱量的部分 就是我們要散熱到我們大氣中 那我們會常提到我們的環境的 那個氣體的溫度 溫室效應的部分 那如果每家每戶都把這個冷靈 排放到戶外 那我們的都市當中 就會感覺到非常的悶熱 所以現在就有熱磅氣體的行程 就是我們把這些排放熱能 加熱我們要洗澡用的熱水 那這些熱就不會排放到大氣中 反而節省我們要製造熱水的一個熱能 所以這樣熱磅熱水系統 結合空調系統 這部分已經開始在我們的市場上 開始漸漸的通用 那我們的冷靈氣排熱 也就是我們的冷靈氣的入口 及出口不斷 我們來做寒差的變化 呈上質量流率 就知道冷靈氣會排放多少熱量 藉以來計算我們的熱水需求量有多少 然後來計算熱水加熱的時間 那壓縮比的部分就是我們的壓縮機 由低壓側壓縮到高壓 它的壓力的比值 那這個比值我們要注意看到 它是以ABS就絕對壓力 就是我們必須把表壓力加上一大氣壓 再來相除 這個我們常碰到是 直接由高壓壓力表 除以低壓壓力表 這是錯誤的 這個壓縮比計算就是錯誤 再來功效係數 我們的功效係數也就稱為性能係數 這性能係數我們 簡寫為COP 就是我們的冷凍空調系統 判斷是否節能 就由剛剛所提到的 蒸發器的吸熱量 也就是智能能力 就是冷媒質量流率 呈上蒸發器的入口 跟出口的含槽 那這就是我們冷媒 在這個冷凍系統當中所吸收的熱量 這些熱量就是我們的冰箱 或是空調空間所得到的熱量 那在除以什麼 除以壓縮機所輸入的功 那壓縮機輸入功 就由壓縮機入口 以及出口的含差 來判定 壓縮機入口含值比較低 出口含值因為做工的作用 熱量進入系統中 所以壓縮機出口的含值就比較大 所以壓縮機出口 減入口的含差 省上壓縮機的本身質量流率 那就可以得到壓縮機的耗工 那我們把智能能力除以耗工 那就是我們的性能系數 也稱為功效系數 那冷媒循環量 我們以單位冷凍的冷媒循環量來表示 那其實就是把智能能力計算出來 然後再把質量流率來計算 那我們如果是智能能力 是屬於蒸發器的吸熱量 那除以我們的寒差 也可以計算出我們的冷媒質量流率 這樣就是很容易來換算 那馬力數的部分 我們剛剛在壓縮機的壓縮行程 由它的寒差來乘上質量流率 計算出它的耗工之後 我們再把熱量 我們寒值乘上質量流率 這邊是熱量 BTU 那BTU乘上熱工當量 一BTU等於778尺磅 這尺磅就是我們做的工 熱轉換成工 工轉換成熱 是用這個熱工當量來轉換 那我們剛剛冷媒特性曲線所判斷出的寒差 乘上質量流率 這屬於熱量 那乘上熱工當量778 那我們知道一馬力 英字的馬力 是三萬三千尺磅為一馬力 每分鐘三萬三千尺磅為一馬力 所以我把它處理三萬三千 就得到馬力數 功能轉換就是 在最下面這一行 我們的一馬力等於三萬三千尺磅每分鐘 那實際的自動馬力 就是軸馬力 我們剛剛是壓縮機本身運送冷媒 所需要的能力 這做工 這單純於冷媒的部分 那我們壓縮機必須由馬達旋轉帶動 經過軸承連桿 所以會有機械損失 所以我們必須在乘上什麼 我們壓縮機的機械效應 還有我們的 我們的容積式的壓縮機 因為 閥片的部分會有一些間隙 怕打壞閥片 所以間隙的部分 這容積效率 會讓冷媒 容積會讓冷媒再次膨脹 所以要再考慮到容積效率 那這兩個效率考慮之後 所計算出來的馬力數 才是真正我們選用的 壓縮機的馬達動力 耗電量 那壓縮機的容積效率 我們如何去計算 容積效率如果 越高 表示我們的實際吸入冷媒量 越多 也就是說我們容積效率 它是由實際吸入的冷媒量 除以活塞的位移量 如果你的冷媒的吸入量 越多表示你的容積效率 越高 它的餘細容積越小 我們的間隙 壓縮機的那個 對於發病的間隙是越小 所以對於這樣的影響量 所以我們把實際的冷媒 在我們的冷媒特性曲線圖 藉由比容 來計算出實際的冷媒排氣量 那實際的排氣量 再除以活塞 整個形成的位移量 就得到我們的容積效率 那壓縮機 間隙 間隙容積率 就是我們的壓縮機 為了避免搭片損壞 所製造的一個間隙 這就是間隙容積率 那氣缸內活塞的上屎點 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 我們需要一個上屎點 不可以再往上 或者會打到伐片 或是氣缸的頂板 那與伐作間的容積 稱為間隙容積 那間隙容積跟活塞 都會有一樣的比值 我們稱為間隙容積率 那間隙容積 越大 其實就是容積效率 當然就會越差 因為這樣的容積 會讓我們的冷媒 在這樣的容積 我們壓縮機 往上形成是壓縮 往下形成是吸氣 那吸氣的過程當中 如果一氣容積內的冷媒 氣態冷媒再次膨脹 就會影響我們的壓縮機的吸氣量 就是我們質量有率 就會變得比較低一點 那這一張 我們的冷媒的循環 這一張裡面 有包括我們的 冷媒的各段的壓力 壓縮機的壓縮的形成 壓力的變化 有突出壓力 以及吸入壓力點 然後在這壓力點的上方 和下方都會標示我們的 冷凝器跟蒸發器的冷媒的吸熱過程 以及散熱的過程 那這樣的示意圖 可以讓我們出學者方便 觀察我們的 配合我們的冷媒特性曲線 還觀察我們的壓縮機 它的各段部分的工作的狀態 讓我們的判斷 在設計過程當中 這樣的設計 讓冷媒發揮吸熱效果 以及散熱的過程當中 來由這張圖來充分的解釋